请各位就是连到我们的云端上 然后呢下载这个 Zenweaver环境加一个APP 这个练习档 练习档记得哦 因为我刚刚传 所以刚刚有同学好像找不到 你就重新整理一下 练习档就下来了 练习档把它解压缩之后 把它按右键解压缩 里面的话呢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练习档 就是这个102这一题 那102里面的话 主要我们是要用到它的图 里面大概就这几个图吧 最重要是那个logo 不过你如果有其他的素材 你也可以用 这个data里面就是这个图档 图档里面各位可以发现 主要就是什么最新消息 然后新书登场 跟认证课程 假设我们要秀的东西 总共会有三个 一个进去就主页 主页进去的话又分成 一个最新消息 新书登场 底下东西认证课程 大概会有三页 所以总共我们可能那个画面 划分下来的话 你的那个大概就分成这样 一进来的话是第一页 Home 进来的话呢 又分成三页 所以大概的架构是这样 树状图大概是这样 一二三 那要怎么样建立一个APP 这个建立APP的流程 其实跟建立网站差不多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先在 假设 我们先在桌面上面 先建一个资料夹 OK 所以这个这个网址请各位 务必记下来 那 再来 上个礼拜 那个教师节 就拿了一个奖项 这是文化大学 金球推广 颁给我的奖项 是2010的 优良教师 然后呢 奖项名称是 趋势先锋 那当然呢 会颁这个奖给我 应该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然我也不是说 我特别的认真 不过呢 这个我啦 不过照片好像有点偏胖一点 给他把它调一下 这样子 可是这个 这个人就太臭了 因为他 好像他叫 他叫什么 蔡志雄律师吧 没想到他就 刚好坐我旁边 然后呢 不时跟我聊 聊一下 不过 他可能也不认识我 我认识他 我看过他 他好像常上那些什么节目 那 其实 我是觉得说 那个 一直以来 我把教学 其实当成是 我的兴趣 OK 所以其实也很 乐于把一些 重要的技术 这个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呢 也希望你们将来可以 毕业之后 都能够顺利的就业 而且可以找到更好的 工作 那比如说像 如果你在毕业之前 也能够有 做APP的能力的话 那我相信 你将来在找工作上 一定是一个亮点 因为目前 以未来这个趋势来看 像工业4.0 我一直强调 非常需要像 制作那个手机APP的 相关人才 主要原因是因为 行动装置的角色 越来越重要 也就是说呢 你未来可以什么 一个按钮 就可以控制所有 当然工业4.0 当然主轴是在工厂 不过呢 你也可以换个角度 也许在生活 所有一切 一个按钮呢 按下去 你也可以什么 可以看到 也许家里的一切啦 等等 这就是透过物联网 那不过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未来延伸性 还蛮大的 也就是你可以 透过APP 除了可以秀一些东西之外 还可以控制很多东西 那当然这个未来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再去做研究 那今天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建立 APP 那我们今天的APP 也许是102 这个APP的练习 那在建那个APP 第一步 特别需要 把环境准备好之后 那我们通常 会先在桌面上 或者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啦 习惯上我会在桌面上 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那为什么一个资料夹 其实我讲过啦 其实一个APP 基本上呢 主要是从那个网站 延伸出来的 以前是做网站 那现在的话 把那个网站的概念 延伸到做APP 上面 那网站实际上 它的单位 就是以资料夹 为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先新增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名称的话 你叫102 那个APP APP OK 假设我们的练习 这样子 第一个 那目前里面是空的 所以呢 我们假如要把 这一个APP 做出来的话 先给它一个资料夹 那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切到那个 我们的 Juneweaver里面 打开它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 记得上面有个网站 网站里面的话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 新增一个网站 那你想说老师 不是要新增一个APP吗 怎么会新增网站 我讲过啦 实际上它是藉由网站的概念 把一个APP给做出来 所以你将来不要怀疑 反正呢 你当然也可以怎么样 如果它是在电脑上可以用 那你就新增网站 做成网页 那如果它要在手机上面 可以看的话 那你就新 也是新增网站 不过呢 你新增的那一个规范呢 就不太一样 所以做出来的话 在手机上看 会比较能够符合手机上面 的那个大小跟尺寸 OK 那新增网站 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出现说 几个问题 当然这边有 有1234这个 不过基本上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 还算简单 所以你只要改这边就好了 这个 那改几个地方 一 把那个网站名称 实际上这个 就是把它 就是APP名称 只是说呢 我们是借用它这个工具 就是用网站的概念做APP 102 名称也是102APP 就跟那个资料夹 名称 那本机 网站的资料夹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桌面上面 刚刚建的那个102APP 这个里面 OK 不过我担心你们现在 电脑有个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电脑 好像常常那个 放桌面上的东西会消失 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 你就把它放低叠 所以你可以在低叠按右键 新增一个资料夹 就是102APP OK 你就不要放桌面 反正道理是一样的 OK 然后呢 按选取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呢 它的本机资料夹 就是在Distup 后面的会有一个102APP 这个目录底下 所以名称对应到一个目录 OK 那如果说你以后呢 假如说你不是放在桌面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哪里 放在低叠 如果假设放这里 一样嘛 你把它选起来 如果我把它改到低叠的话 有没有你会发现低叠 低帽号斜线 102APP 一样会有一个根目录啦 就是我这个网站就在这里 OK 那按个储存 就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那你会发现呢 在右下角 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一个网站 实际上我们做完 它并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要开始 因为网站建立好之后 只是一个可以 接下来就是 在网站里面要放什么 放网页 可是目前 现在没有网页嘛 那所以怎么样 你就档案 开新一个档案 OK 所以第二个步骤 我记得 先建一个网站之后 再到这边建一个 新增一个网站 OK 那这个网站呢 特别注意 因为呢 如果你要做APP的话 你不能用以前的HTML 你必须把那个文件类型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特别注意 一定要改这个 新的规范 都必须要符合最新的 那最新的版本 不是4 是5 所以最新的是HTML5 所以这个地方文件类型 请你选择是HTML5 然后把它先建立一下 特别重要 档案 开一个新的 最关键 其实就是改这个地方而已 其他不用改 然后按一下建立之后的话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空白的网页 那请你注意 直接先把它存档好了 直接存档 那它会自动帮你存在 这个网站里面 那名称的话 要记得把它改成叫做 index.htm 所以前面这个名称 改一下 叫index.index 那html 记得把这个l拿掉 我记得好像 之前有同学好像没有拿掉 结果 传到那个网站上面 传到那个 Adobe那个网站上 好像会发生错误 所以记得 那这个 这个档案名称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名称请注意不要 打错任何一个字 因为如果打错字的话 就没办法分辨了 反正只要是首页 其实index.htm 意思就是这个网站里面的首页 那因为我目前app只会需要有一个网页就好 所以只需要一个index.htm就可以按 那我们现在就产生了一个空白的网站里面有一个空白的网页 那其实透过网站跟网页的概念里面实际上是做app了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 那请各位先完成到这里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呢 建立好网站跟网页之后 那我们要怎么样再来看 在这个网页里面再加上一些东西 让他可以变成在手机上一样适用的一个画面 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